第27章 小光会飞了 第二部 妈妈 您看 我拔了好多的拔喽 好香 好好吃 小光兴奋地边说 边把袋子里的芭乐拿给长发披肩的妈妈看 哇 这么多的芭乐 真的很香 正在厨房洗菜的妈妈微笑着 妈妈 芭乐树爷爷今年长好多的芭乐 小光说着 边拿了一颗到妈妈嘴边 妈妈 您吃一颗 谢谢 但是还是先洗一下再吃 妈妈说着 边把芭乐拿去洗 小光 怎么有那么多黄色成熟的芭乐 我昨天看还有很多绿色的 妈妈边说 边把洗好的芭乐放在大盘子里 小光拿起芭乐 边吃边笑着说 哦 它们都藏在树的最上面 树的最上面 那你怎么爬得到 妈妈好奇地问着 妈妈 我要飞的 小光开心地上下挥动着双手说着 你会飞 妈妈皱着眉头看着小光 妈妈 真的 我飞到树上才拔到的 小光点头认真地说着 妈妈看了一下四周 确定窗外没人后 问着小光 那 小光 你可以示范一下 飞给妈妈看看吗 好啊 只见小光轻轻往上一跳 人就悬在空中 妈妈 我要飞咯 小光边说边开心地在厨房来回飞着 妈妈 我是不是很棒 我会飞了 跟小鸟一样 我要跟老师说 我们人也可以飞哦 小光很得意地边说边飞着 妈妈非常惊讶地看着小光 小光 你先下来 妈妈说着 小光落在妈妈的身边 妈妈伸出双手握着小光的手 小光 妈妈告诉你 你会飞这一件事 绝对不可以给任何人知道 妈妈很谨慎地说着 为什么 小光皱着眉 我要告诉那些笑我的同学 他们错了 我没有幻想 我真的能飞了 她坚持着 妈妈伸手握住了小光的手 小光 一般人都不能飞 妈妈怕其他小朋友会嫉妒你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先不要给任何人知道 或看到你的新技能 妈妈试着解释 及安抚着固执的小光 技能 小光不懂地问着 像你会谈风琴 就是一个技能 妈妈说着 哦 妈妈 我懂了 小光笑着 小光心想 有些同学好像真的在嫉妒老师 让他留在学校念情 所以不可以去学校 跟老师 同学 甚至小语说 妈妈说着 那 爸爸 姐姐呢 小光问着 先不要跟他们说 妈妈会找时间 再跟他们说 答应妈妈 一定不可以跟任何人说好吗 妈妈带着担忧的表情叮咛着 好 妈妈 您不要担心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小光肯定地说着 小光 记得 不要再飞到树上巴巴了 或者任何有人 可以看到你的地方飞 妈妈很郑重地说着 小光叹了口气 沮丧地说 哎 我终于可以飞 可是又不能飞 妈妈 我可以在家里飞吗 拜托 小光肯求着 妈妈想了想 好吧 只能在家里 而且都没有人的时候 好 小光开心地跳着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爸爸双手提着 装着鱼的桶子 从外面走进来问着 爸爸 我们再说我会 小光说着 便马上被妈妈的话停止 他说他现在会弹风琴了 妈妈看了小光一眼 对 对 我会弹风琴 小光紧张地说着 很好 但是不用那么紧张啊 爸爸笑着 哦 我 我 我就是 我先去写功课好了 小光吞吞吐吐地说着 便跑走了 这女孩今天是怎么了 行为这么奇怪 阿正揍着额头 然后怀疑又好奇地 看着裕环问着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啊 哪有什么事瞒着你 我想他可能是紧张 老师要他表演弹风琴 裕环假装镇定地说 表演啊 怪不得 他天性就容易紧张 就在阿正说话时 一阵芭乐箱吹来 他大口吸气地闻着 哦 好香的芭乐啊 松了一口气的玉环 指着他身后的一大盘芭乐 阿正走到盘子旁 拿起了一个芭乐 边吃边问着 这么多的芭乐谁芭乐 是小光 玉环回答着 小光一个人这么厉害 阿正说着 又拿起了一颗吃着 玉环忽然想起小光飞的事 哦 是小光和我啦 他笑着 嗯 今年的芭乐真香 阿正满足地吃着 对啊 玉环松了口气 他边整理着桶子里的鱼 边问着 今天的鱼好像比较少 对啊 我才要跟你说 阿正说着 表情又严肃起来了 最近有外来的渔船 来我们的海域炸鱼 大的小的 都被它们炸掉很多 真是混泽 破坏了整个海域的生态 恐怕以后 我们这边的鱼 就会越来越少了 阿正愤怒着 那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式 玉环担心地问着 我和村长已经去报警了 但他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定 所以我们必须有24小时巡逻 我们也必须找附近的村子一起轮流派船巡逻 阿正边想边说着 我也会跟邻居民 我也会跟邻居们说 请他们多留意海面上的陌生船只 玉环说着 我和村长的陌生船只 我和村长的陌生船都一起轮流派船